秀林鄉木骨沐鱼杯篮球锦标赛16号在榕树社区篮球场举行 来自花莲市秀林鄉和万荣湘的篮球队伍前来参赛 大家展现团队默契和球技为自己的队伍争取荣耀 花莲市秀林鄉木骨沐鱼户西产业发展协会16号上午在荣树社区篮球场办理 木骨沐鱼杯篮球锦标赛活动 来自花莲市秀林鄉万荣湘的篮球队伍一同来较量球技 同时也展现球队之类的默契 关系列人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许臣雄表示 虽然活动经费师有回馈进来依族办理 后来就是要培育出在地的篮球运动选手 因为我们这边是属于木骨木鱼休闲中心的 用这个名称 因为几乎台湾人都知道木骨木鱼 所以我们用木骨木鱼的名称来作为每一年的这个比赛的一个名称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利用篮球比赛的这个机会 然后可以从中去选拔参加限级的篮球比赛的代表队 也可以从这里去选拔 要联合各协会去办每一年的这个篮球比赛 最重要的主要就是刚才我讲的 让年轻人每一年从这个回馈金的经费里面 去办理年轻人的这个篮球活动 然后让全乡的篮球能够进步 学生又表示篮球运动可以说是花费相当少的运动项目 球运拿来大家可以随时进行比赛 学生拥有许多的场地 让大家平时可以来练习球技 而这次比赛各队伍可以说是拿出看家本领 就是要为自己的队伍争取最高荣耀拿第一 记得轻人学校们到